是2.5它的變速箱是採用傳統的自排變速箱 不是2.0的CVT變速箱 所以這一台2.5的它的變速箱耐用性又會更好 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教育汽車線上賞車 我是閃哥 今天要來跟你們推這台2014年的四代RAFFO 2.5 E版 這個前車主是我自己一個做工程的朋友 他平時也是南北在跑街案子 所以這台車也是他的賺錢車 他對這台車使用上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讓他花什麼很特別很大的錢 因為畢竟Toyota也是非常耐用的一台車 那四代RAFFO其實在二手車市場上面其實是蠻夯蠻熱門的 特別是2.5 它的變速箱是採用傳統的自排變速箱 不是2.0的CVT變速箱 所以這一台2.5的它的變速箱耐用性又會更好 外觀我們這樣看 四代RAFFO 它前方的大燈 前面上方有日行燈啊 因為我朋友他也覺得這台車增添一點叫動感 所以他把大燈貼了熏黑的燈膜 淺淺的顏色也不深啦 側邊看過來 它方向鏡帶方向燈的 車子的把手上面手摸的開關 屋頂上面有車頂架 整來車 它氣氛保持的都相當的不錯 那車子的部分 從屁股這邊看過來 屁股它上面還有一個老流板 老流板上面還有附一個第三煞車燈 這後面這有一個開關打開來 它行李箱的深度還蠻深的 上面還有一個就是拉起來的時候 從外面就看不到說裡面有放置什麼東西 然後這另外一個就是一個放置的置物網 那置物網呢設計還不錯啊 它左右兩邊都有彈力 它就可以透過這邊 這樣我們把置物網放置上去之後 它上面的這個隔板 這樣就可以達成有雙層的置物空間 然後底下的部分掀開來 底下就是備胎啊工具 尾門 就是沒有腳踢也沒有電動尾門 相當簡單 那我們先去車內看一下 車內的內裝吧 車內車內 這台車我的朋友也是已經把安卓機改好了 所以買回去不需要說任何的申請 然後下方是冷氣的 左右雙屈橫溫 美妖室的啟動開關 上面的儀錶台 它是以懸浮式的方式來做設計 上面這裡是一個皮革面的包覆 像現在Toyota很多 你看它的側棚線 但是摸起來是陰陰的 那就是塑膠色素的 那這個它是一個皮革來包覆 質感相當的不錯 這安卓機的上方有時鐘 還有我們的租車的停車燈 上面另外還有這個 它這個設計呢 就是讓上方的這個氣流 它可以導入到後方 讓後座的乘客 可以感受到比較臉 它就是因為扶手後方 它就是沒有再加裝 那個冷氣觸風口 像WUSH一樣 在儀錶台上方做一個導流的設計 鏡頭左邊這樣子看 它基本上有後視鏡 然後大燈調整開關 另外它還有加裝胎壓偵測器 右邊這是原廠當初的胎壓偵測器的一個開關 因為衣板基本上就是 方控啊還有定速 還有旅程電腦的操作都很方便 剛才提到 再來是2500 然後主要是我朋友 他也是南北跑 也幫他賺很多的錢 雖然里程稍微多 20幾萬公里 但是至少說 它變速箱是採用傳統AT的設計 所以它比相較2.0更加難用 它基本上的配備一些電動儀啊 這些配備通通都有 好我們坐進後座 這個後座呢 我們的大腿 我們的肩部 還有大腿支撐性 主要都是支撐還不錯 然後前方都還有兩個拳頭寬 然後頭部像我身高1.8米 差不多有一顆又兩指的距離 其實還蠻寬的 那主要說Ruffo它 一般我們傳統SUV 後座要傾倒 可能要拉後面的繩子啊 或是什麼的 Ruffo後座很特別 它的斑桿在這邊 好拉一下 基本上外出遊玩 這樣這種傾倒的空間可以 很舒服 要拉回來也是一樣 就完完全全就像前座一樣 然後做傾倒 從側邊這邊做一個 做一個傾倒的動作 好那我坐過來一點 坐過來之後 可以看得到座椅 這裡下有一個ISOFIX的標誌 就代表說它可以用ISOFIX的安全座椅 那扶手這邊打開來 搬下來之後 就是後座的扶手設計 上面就是兩個自備架 但是它就是 坐著稍顯陽春 連一個蓋子都不肯給 然後上方 有一個閱讀燈 所以前車主也是把它改好 改成一個LED的形式 那後座基本上 以這台2.5的Ruffo來講 其實後座空間表現上還不錯 而且它的果嶺 接近平整化 所以坐到後座 也不會覺得說中間隆起很高 讓中間的這一位乘客 不舒服的乘坐感受 所以Ruffo這台車 其實設計我覺得還不錯啦 就是空間表現跟油耗上都不錯 那我們去前方的引擎室看一下 我們打開引擎室之後 可以映入眼簾看到它一台 這台2.5升的四缸引擎 那收回來的時候 我們電瓶也有做一個更換 整個引擎室的部分 其實裡面都還是維持的 還蠻乾淨的 主要就是說 剛剛影片中有提到說 朋友畢竟他是南北在跑 也跑了二十幾萬公里 然後很多人就會在意說 他到底會不會吃雞油 雞油量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把油池抽開來看一下 第一次是做擦拭 第二次就把他拔起來 我們看一下 他的衣面偏中上方 上方這個圓點 是他的最高衣面 即便是他衣面都還不錯 油池查開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他的油 這油不是新化的油 這也是之前使用的油 那他機油油量 這是高點 這是低點 他現在還在屬於中上這裡 太高也不行 因為就代表說他機油油量太多 好 那基本上也不用去擔心說 因為畢竟這都要跑高速的車 那高速相對磨耗消磨也比較少 那主要說2.5會買的人 大部分都是知道說 2.0我剛講的 2.5升的還是自排變速箱 所以他的耐用性怎麼樣都比我們2.0的CVT更為耐用 大家最關切的就是價格 那這個價格其實普遍14年的2.5 RAV4 如果再跑少一點的話 便宜一點應該也差不多是46萬至50出頭萬 那這個車網路上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就只是賣不到40萬 香嗎 如果喜歡的話 那不妨拿起你的手機 來跟我們公司來做詢問 那這台車也有透過我們ES的認證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不妨在SU的官網都可以看到這台車的認證書 那喜歡的朋友 歡迎私訊我們粉絲團或在Youtube底下留言 謝謝大家